自6月25号,中国女排公布21人名单后,女排官网一直没有更新,加上美国女排等队,也没有变化,于是一些球迷,以为21人会是最终参赛名单,因为毕竟7月的大奖赛,每周末都要进行,人员可能需要的多。 但是7月3号晚间,中国队还是公布了一份14人的最终名单,从名单可以看出,中国队不仅仅要锻炼新人,更要在这次大奖赛中,收获好名次,因为此次比赛,三战赛事分别在昆山、阿门和香港进行,总决赛在南京,属于中国女排李约夺金后,首次在大型赛事中,亮相国内,受到期待和关注度,更高, 必须要重视,中国女排此前集结,曾经奔赴瑞士,参加了精英赛,并收获第三,但是当时国家队只是二队出征,安家节的目标,是先让队伍热身,然而随着本次集训,朱婷的归来,中国女排幕下,已经排出了最强阵容。 此次大奖赛十四人名单,人员构成为,主公四人,副公四人,接应两人,二传两人,自由人两人,其中,李约暗运夺金球员六人,分别是朱婷,刘晓彤,袁新月,龚祥宇,林立,丁霞,朱婷担任队长。 比较意外的是张长宁缺席,目前还没有官方给出具体原因,7月7号到9号,中国女排首先要在昆山进行比一组第一周的比赛,对手分别是意大利,俄罗斯和美国,第二站在7月14号到16号,地点是阿门,对手分别是,意大利,土耳其和美国,第三站在香港,时间是7月21号到23号,对手为, 日本,俄罗斯,塞尔维亚